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Mboy 现在是快六点时间的 为什么正早起来呢 因为我要拍一款比厦门的沙场面历史还旧的一款美食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看一下 走 每天起来大早就在马里马外了 每天都是这样 对对对 闽南传说中的狗虾它就是野生的 他们一定要用这个下去好 这虾油和那个清油 每天都会取一碗的虾油出来 它做过天跟清油一起 用这个大火 然后它里面的虾油 清油融合一起 那颜色就很漂亮 我很好奇啊 做到20几年突然转来做厨师啊 从小时候就有两个梦想 第一做一个美食家 第二做一个音乐家 牛的颜色已经慢慢呈现橘黄色 到时候再煮干肉鱼 它就成为红色 再给我们收水 这虾面很多人来到我们的门南 他们感觉说是沙场面 其实真正的代表厦门的味道 它是虾面 然后虾面是沙场面的第一组 不一样 这个颜色又开始有点红了 那这个还不够 那这个还不够 你做这个颜色 看着这个很辛苦啊 其实对我来讲 都很辛苦 主要会在于坚持 我称红色 越红越好 那这个就是加红色 有没有人找你做加盟的 有 像我拒绝料 像做加盟这一块 它会把我的品牌味道 全部都炸掉 现在这原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给它分成四份 然后把最后这一份下去 我们下去熬汤 一锅的汤就大概在20瓦 清水再去 这就真正下面的虾汤 把那些虾壳过滤掉 要有点脖子 我们最早做厨师长 再转鸽手 鸽手又转一座吃 因为我是本地人 到时候要做舞台这块 家里面都不可能 老人家都会说 学手艺会比较好一点 但我从小会美食 特别要追求 那ok 那我就去学做厨师吧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头一片油 虾油 就是把虾油捞起来 然后收藏起来 然后明天来带我的虾壳 它就是 就是叫汤饮子 这是我的宝 这么大片来炸的 对 它这个启动的是 豬上面最好吃的一块肉 就是豬鸡肉 就是虾面等一下也会换这个 叉肉 必须要放这个 家里面每天这种会卖多少 限量是80万 这一碗多少钱 这一碗 这个是过往虾壳的 这个最起码有上一斤到两斤的虾 虾面不好做 追求食材比较难 要新鲜的虾壳 所以说沙场面很好做 主要就是什么沙沙粉 什么这一块 它可以上场都可以随便买得到 虾壳必须每天都要去市场去拿 叉烧肉 野生的虾仁 还有点椰肉粉 这个就是虾面 它这个有虾仁 叉叉肉 水面 豆芽 就这四种 然后这个鲜菜加一点 那我们来试吃一下 很鲜啊 都是虾的味道 来个肉 早上再来一碗很爽 它虾面正在这汤头 我们试一下这汤头 这汤里面带一点微辣感 就是刚才加胡椒混下去的 之前吃虾面吃过一次 觉得很甜 这个不甜 它是虾本身那种鲜甜感 咬起来有点脆脆的感觉 很好吃 这个汤鲜啊 都是用虾熬出来的 嗯 那个虾面吃完了 跟我之前吃过的虾面 味道确实有点不一样 它那个汤全部是靠虾壳 虾头熬煮出来 很鲜美 据说这个虾面 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 是以前早期很多渔民初害打鱼 打了很多虾回来 然后吃不完把它熬成汤 慢慢形成这个虾面 而且在厦门 有句古话叫做立夏吃虾面 吃得很不会生病 可显而是 这地位是有多高 我是觉得蛮好吃 蛮值得推荐的 大家喜欢可以来试吃一下 那我们这期视频欢迎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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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